傳出美國要進一步 反鎖林港地匯金片出口到中國 包括輝特的美國中心 可能的受到衝擊 光點學會的顧問也說 有可能的影響到我們 待在這段的頂端 不過輝特的創辦人 雲林芬才起是出席 到這個洪海的活動 先前看起來不錯 用行動來停洪海的電動車 洪海黨主席老洋會 和輝特的創辦人 雲林芬最近在滑豆皮電動車出營 一路車上車在大家注意的焦點 洪海口氣力十倍進行 老洋會說 洪海現況的幾個都為止 已經爭取好事 暗算11個一段行況 雲林芬在騎台時 河路洪海在這四合期 能以退政客技術 有領先地位 甚至是沒有受到 美國經營精品出口影響 美中科技前越來越嚴重 昨晚傳說 美國國際三部競爭 結果要擴大競爭向中國出口 先前的人工地位經費 將近一部韓國出口到移動 俄羅斯頂國家 我會點名回答 英特爾超美頂美國大場 共感受到嚴重的影響 尤其這群回答者 撒出了化版本的 A800跟H800精品 這符合美國先前動議的 出口到中國的規範 這也先來規定 將會韓國進行中 精品出口 美國上部部長雷蒙多說 先規定是要韓國 中國提到美國人工地位上 簡單科技來進行軍事發展 另外這個規定 將會先前精品出口 應該提到思考的要求 擴大到四十幾個國家 美國想要專門 控制先前精品 透過第三國家 使用中國 美國半導體產業集會 透過聲明配備說 新的規定 對出現國家安全 沒有幫助 電動是損害 美國半導體生態 真的會往下掉 才發現分析 美國精品銷量 共產的下降 連打影響 台資電的頂端 以及其他 今晚台港的台商 所來效應 會繼續擴大 記者綜合部讀